咱们自己说啊 这个可以不用去播 这个要去播 哈哈哈哈 就那种艰辛 比我想的难好多呗 就是再给你选一次机会的话 我可能不做了 我们一开始就疫情来了 就我们好久接着落个岛 那种恐慌其实 那种exignment 就直接就没了 做自己的事情 是应该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没了 然后就想说 哇 这怎么办 员工我也找了 然后房子也租了 然后在家里了 然后这咋办 所以说自己往前走吧 因为我做这个公司 是卖了自己之前投资的乌业 乌业 房子卖了 卖好创业 真的是很有勇气的 就是真的是卖了来这里 然后出了这个事情 还记得很清楚 本来就是说 开车很危险 我之前没有扣过分的 我自从创业来 我今天快扣没了 一直在想 脑子在不停 就是一直在想 我到底哪里是弱了 我到底哪里是不行 我哪个版是要去要上的 我说 就痛恨 就是痛恨说 我为什么要创业呢 只是整个自己 就是后来又变得 就是我感谢这个创业 这个创业让我知道了 我哪个不行的点 就后来慢慢就是意识到 我到今天还没有啊 一直在说 我就是走出去 做社交 多社交 多见人 然后我们产品 过去的这三年 就打造了一些产品 然后我们产品也成型了 也做出来一些业绩 团队也成熟了 然后那个自己呢 也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 然后市场呢 也有认知了 为什么好多人就说 莉莉安你应该做那个 做视频 去讲讲这些东西 我不敢讲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没有东西讲 我是不敢讲 我这两天我在想 因为你也来 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之前不讲 现在愿意去讲呢 就是因为看到曙光了 心情放松了 以前的时候心情太沉重了 就是沉重有几个点吧 因为我不是说嘛 我是卖了自己的物业 来做的 就是经济压力也是有的 还有就是精神的压力 就是我就在想说 我失败了 我就可能又要再去找份工作 比如说 我这个公司干不下去 我就要又去找工作了 我就自己给自己说 能接受吗 我就问自己 我说莉莉你能接受吗 其实想想 坚持坚持吧 都已经走到今天了 然后所有的也都过来了 然后呢 我也没有让客人 就是放给我项目的客人失望 我们真的没有让他们 任何人失望 然后 也 也代表我做的还行 我就是自己鼓励啊 就是自己鼓励自己 其实这个是老板的常态 就是今天啊 回头想多亏了自己坚持 多亏了自己坚持 有多少次 我就给 去跟我家里的人说 给我老公说 我们不做了吧 然后 然后给不做了吧 然后 你不做 能干啥 说到我没价值 你除了这个做东西 你能做啥 我自己心里想 我能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说吧 想想 我自己的愿望 因为 我的自己的purpose 就是 soul purpose 就是 帮着别人 就用英文说是 to bring out the self-confidence by talking and listening to others 就是 我这个人生下来 就干这件事情的 你知道吧 就是说 我自从知道了这个 就是 我生来的 就是 其实 我也很感谢 很感谢一个 我的朋友 他会 就是给我分析 就是 我也需要很多advice 给我分析 其实 我真的 我从 六年前 我就知道 我就想要说 我的why是什么 我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活着 我为什么 在这个方向上活着 我都是问这些事情 然后 最后出来 就是 我自己 就我 当我在这家公司 最迷惘 最迷惘 就是中间那第二年的时候 我真的是放弃 那时候很低落 周边的朋友 都看着我说 Lillian 你是不是 就是我很近的人 对对 你是不是 他不好意思说 你抑郁了 他都爱面子嘛 然后他说 Lillian 你是不是 心情不好啊 然后 我 当时 还是觉得 嗯 还行吧 哈哈哈哈 妆也是照不仰光 对 我说还行啊 虽然 我有很多压力啊 但是还能行 那如果用 用最简洁的话 说你是在做什么的 我们是保姆式的数字营销团队 嗯 保姆式的数字营销团队 然后真正我们的不同点就是 我们站在你的企业上方 站在你的business上 看你的营销 解决你的市场沟通 我经常给我们的就是说商家会说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营销是你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不是唯一的路 就我真的 我不会扩大自己的能力 或者扩大自己的分量在他们面 我就直接给他 就表明了说 营销是你的必经之路 但不是你唯一之路 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但不是我一个人孤立的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这种就像 平均的一揽子的这种方案 大概是费在多少 对 大概的这种 从三万到六万之间 那你希望把它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会 不管是华人企业家 还是西方的企业家 他只要有营销问题 就能想到我 就是澳洲华人 这个营销第一人 不敢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还早呢 还有新起之秀呢 是吧 还有后边 就是长江什么 前浪推浅 后浪推浅 把前浪打在沙滩上 我还不能打在 就是我也可能会被别人打在沙滩上 我让这个营销变成平民化 变成可 任何人 就是任何商家都是可 可以触及到的 可以支撑起的 因为很多人一想营销就是两个 花钱办不了事 这是第一点 对不对 一要办了事就花大钱 就是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对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 就是营销不用花太多的钱 也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实现了 但是我怎么样能把 这个scala up 我做的事情和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 就是如果是我们今天 focus上今天的事情 我们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好 然后我越这个样子 就是对未来没有太大的需求 所谓的那天我在想 就是我们赚了多少钱 我们分 我怎么分出去 其实我之前没有这个想法 我之前的想法就是 我怎么能赚更多的钱 我怎么能节省这个钱了 我怎么存更多的钱 我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最近这一两年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怎么把这个钱分出去 就是在我旁边的人 他怎么能生活得更好 就是我把这个钱分出去 然后呢 我留下我足够的钱 我够生活 因为也够了 就是说 你有一点存款 你在这个国家 就是不需要那个东西了 就是 哎 心态就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好多事情发生变化 我自己就能感觉到 就是说 我也不去积极歪歪的团队去了 我不积极歪歪他们 我以前积极歪歪他们 我说这个为什么不好 那个为什么不好 那个怎么怎么 就说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要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给我做成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哎 这个事情没有做好 是我没讲清楚吗 是 他有自己的想法吗 他有更好的想法吗 然后 我是不是要让他解释一下 我来学习一下 然后这样呢 就是说 哎 他每个人就觉得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然后 我也轻松了 我现在也可以健身了 我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 你说能不幸福吗 我觉得我很幸福 那老板你们公司喊招人吗 招人啊 对 其实就是心态改变了 我觉得挺幸福的 就有事业做 有家人 然后 又没有这样大量的一些问题 然后 我觉得挺开心的了 我有时候 早上会去摸摸那些草 我早上跑步嘛 跑步的时候 其实我就跑半个小时 其实也就真实跑步 二十分钟 然后或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我喜欢大自然的那种 自然生态 我喜欢那种草 长的 就是说 哎 那种很自然的样子 就是 我也花时间 每天早上 就是 其实我到草场上 有时候我坐在那里 又躺在那里 就是 其实我就是摸摸那个草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很舒服 就是被充电了的感觉 然后呢 我如果一个星期 没有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我匮乏了 我全是在被design的一个world 就被设计好的一个世界里 所以我就想说 可能这边的环境啊 尤其是早上的那种 氧气足的时候 就觉得好幸福 幸福感比较强 但是呢 反过来讲 为什么我再说呢 我觉得国内也很好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去了 yes 就疫情到现在没有回去了 我们是年底准备回去吧 可能是国内更好 国内生活更方便 国内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对 所以说 你问我在这幸福吗 我只能在这幸福 我只能在这里 就是说是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引照我能引照的东西 触及到我能触及的东西 我就觉得挺好的 记得关注哦